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 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在新的征程上 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 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增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 以及各方面的大团结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凝聚成一往无前的力量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 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李克强主持招待会 栗战书、汪洋、王滬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出席招待会 赐些余名中外人士欢聚议堂 共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灯光璀璨鲜花土燕 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气氛 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 1949至2019年号 在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7时30分许 在欢快的迎宾曲中 习近平等步入宴会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 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庄严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 在大厅回答 大厅回答 在辽量的号角声中 习近平走上主席台 发表重要讲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国各族人民 全体共产党员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和武警部队官兵 向各民主党派和武党派人士 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和广大海外侨胞 致以诚挚的问候 向支持和帮助 新中国建设事业的 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 致以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70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勇于探索 不断实践 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中国人民意气风发 走在了时代前列 70年来 中国人民发愤图强 艰苦创业 创造了当今世界书的发展成就 千百年来 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 即将历史性的画上句号 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传奇 70年来 中国人民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强调 团结是铁 团结是钢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 我们相信 有祖国的权力支持 有广大爱国爱港爱澳同胞的共同努力 香港澳门一定能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进步 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造福两岸同胞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 民心所向 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对外开放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和平与发展的阳光 普照全球 习近平强调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 历史照亮未来 征程未有穷妻 我们坚信 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 创造了新中国 七十年伟大成就的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必将书写出 更新更美的时代篇章 在喜庆欢快的乐曲声中 中外宾棚举杯共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富强 祝愿中国同世界各国 友谊长青 共创幸福美好未来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丁薛祥 王晨 刘鹤 许其亮 孙春兰 李希 李强 李洪忠 杨洁 杨小杜 张又霞 陈希 陈全国 陈敏尔 胡春华 郭生坤 黄坤明 蔡奇 李瑞环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张德江 于正生 宋平 李兰青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贺国强 刘云山 张高丽 中央党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人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各界知名人士代表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老将军老红军老干部代表 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大将的配偶 共和国勋章八一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 在京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 雍军模范、军列鼠、革命伤残军人、退役军人代表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部分代表及少数民族代表 港澳台桥代表出席招待会 正在北京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 有意勋章获得者代表 在京访问的部分外宾、国际知名人士、著名友好人士和配偶 各国驻华使节、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和配偶 在华部分外国专家和配偶也出席了招待会